尼加拉瓜政府在当地时间9号宣布与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 尼加拉瓜现任总统奥迪迦曾在1985年任内首次与我国断交 奥迪迦在2006年二度当选总统后就积极希望与大陆恢复建交 但当时我国前总统马英九执政两岸外交修兵 因此奥迪迦没有成功与北京复交 如今尼加拉瓜对我国断交两次相隔36年 而且都是奥迪迦执政 2017年奥迪迦连任当选总统 加强他亲共反美的左派立场 今年11月尼国大选时 美国拜登政府曾指控奥迪迦打压一己 对尼加拉瓜扩大制裁 CN报导分析这次尼加拉瓜与我国断交时机 可能是为了报复美国 中国用尼加拉瓜政府宣布断交之前 已经派出代表团在天津与大陆举行会谈 大陆外交部在会谈后宣布双方签署公报 即日恢复与尼国大使级外交关系 新华社消息 尼加拉瓜外交部9日下午发表声明 宣布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 声明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我国与中南美洲国家关系岌岌可危 不止尼加拉瓜还有洪都拉斯 刚刚当选的亲中派女总统 肖马拉卡斯楚 也曾经在竞选期间说过 胜选后要与大陆建交 现在尼加拉瓜转向支持一个中国 我国邦交国家正式减为14国 记者张宁报道